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开慧好侠自云锦 他是出生在长沙 因为他的父亲杨昌记思想先进 所以杨开慧虽然是个女孩 但是从小就有名有好有字 而且在七岁的时候破例进入学校开始读书了 杨开慧的父亲曾经留学过日本 英国 十年之后回到了长沙开始任教 引来了无数的人到他的门下来求教 可以说是名贯三乡 逃离满天下 当时毛泽东正是来到杨昌记这儿 向他求教的时候才和杨开慧相识的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之后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是中国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后来杨开慧在战争当中的被捕入狱 被敌人杀害了 你前面唱的那一段词 可能就是为了纪念杨开慧 毛主席写的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位体育界的名人 前国际天联联合会主席内比奥罗 他是在1999年的11月6号去世的 萨玛兰奇先生对内比奥罗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 他说内比奥罗是世界体育最伟大的 领导人之一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体育 特别是田径的发展 内比奥罗的这个理想啊 他是想把田径运动当成是一种现代戏剧 不要是死气沉沉的 而是要不断的创造新的记录 你看我是学戏剧的 我觉得他这个比喻 我觉得让我觉得很亲切 现代戏剧式的田径运动 那看起来非常的精彩了 后来啊 这个内比奥罗开办了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田径锦标赛 每两年办一次 也都是体育盛事 内比奥罗同时努力发展国际田连的成员国 在他在职的时候 国际田连的成员呢 达到了230个 这比联合国国家的数量都要多 对啊 很了不起 好下面介绍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个前中国国家男族队的队长 范志毅他是1969年的11月6号出生的 说起这个前国族的队长啊 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一个词叫连颇老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在9596年的时候 小范那个视野真是如日中天啊 辉煌极了 95年的时候 范志毅获得了本年度的中国足球先生称号 联赛金学奖获得联赛冠军 在足协杯当中啊 获得了亚军 联赛本年度的最佳球员 同时还被亚洲足联授予了亚洲明星队的成员 在96年的时候呢 范志毅就被选为中国男足队的队长了 所以我觉得在95年96年的时候非常的厉害 现在呢 小范已经退役了 其实69年出生 今年也不过是37岁啊 37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还没有到40这个精品的行列当中 但是在足球场上 37岁已经不是自己的黄金期了 真的要告别绿营场了 也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啊 好了 我们这个悦然无数就说到这 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有事天天说 家事国事天下事 有事天天说 好 恩太 想问你一下 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呢 其实听的比较杂乱一些啊 主要是看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人家都说啊 这个听流行音乐是娱乐 听摇滚是宣泄 听爵士音乐呢 是一种时尚 听古典音乐 那就是在沉思 你说的一点没错 最近我比较喜欢听古典音乐 那你都在沉思些什么呢 主要是在思考 思考什么呢 人活着总得思考呗 我听的古典音乐其实也比较多 但是呢 我是个外行啊 我是知道这曲子 什么旋律啊 我能想起来 但是我往往会记不住这个名字 或者是曲名 但是有时候到一个特定的环境 或者是有一个特定的心情的时候 会想起一些旋律 你突然这么一本正经的说话 我还真有点受不了 干脆啊 我们就 今儿一本正经的 说一说伟大的作曲家 柴可夫斯基 这位斯基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主题就是 在历史上的今天 1893年的11月6日 柴可夫斯基逝世了 柴可夫斯基一生创作了很多的作品 有交响音乐 也有歌曲 那如果把他这个创作的作品 杂七杂八呀 都加上 那有160部之多 但是啊 他有一个特点 喜欢创作这种大部头的作品 比如说歌剧 芭蕾舞剧 交响乐 就有点像文学作品当中的长篇小说了 我看出来 他就是好热闹 人多呗 柴可夫斯基啊 他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呢 很多的作品 他都来源于童话题材 比如说啊 他的芭蕾舞剧作品当中 有天鹅湖 睡美人 胡桃夹子等等 他性格当中有那种同心未敏的东西 你说到一个人有同心 很了不得 因为一个艺术家有同心的话 他可以有一颗 非常纯真的心 而且他有一个看这个世界很新鲜感的那种眼神 我觉得这个柴可夫斯基 他的特点就在他的生活当中能够显现出来了 经常和一些小孩子们能够打成一片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柴可夫斯基30岁的时候 只要冬天一下雪 我这有资料 他就喜欢滚那种很大的雪球 滚雪球 打雪仗 把他堆得像山那么一样高 40多岁了 按理说40多岁 那完全是成年人 柴可夫斯基又喜欢上了放风筝 往往小孩喜欢放风筝 他放的风筝上面跟别人的还不一样 还放一个木哨 风一吹就会发出那种呜呜的声音 其实也是在创作 后来没过几个月 这个柴可夫斯基又喜欢上了荡秋千 我觉得有点 也不叫老顽童吧 中老年 中年顽童 对 同心未敏是没错的 他要是到老了之后 他还这么继续玩在秋千 我们会想象这个画面 有白发苍苍 老头还在玩在秋千 有点像我们中国武侠小说当中 那个人物周波通 老顽童 我们比较熟悉的这几个作品 尤其是芭蕾舞剧的作品 胡桃夹子 我们前面说的 天鹅湖睡美人等等 都是芭蕾舞剧 这些作品的诞生 和这个柴可夫斯基 他的业余爱好有关 因为柴可夫斯基 他自己就喜欢跳芭蕾舞 往往我们想到跳芭蕾舞的 芭蕾舞的舞蹈演员 女孩身材也好 但是男的也有 柴可夫斯基 以前自个儿就喜欢 蹦蹦跳跳 然后练手 什么有几位几位 好像那个手 他其实一直梦想 要当一个芭蕾舞的舞蹈家 而且经常还要模仿 很多人跳芭蕾舞的 那种姿势 动作 所以这样也给他的创作 带来了很多的灵感 你记得吗 Odellie Hoban 曾经也是跳芭蕾舞的 他的梦想就是做一个 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没想到最后做了一个 优秀的女演员 跳芭蕾舞的优秀的 女演员很多 但是跳芭蕾舞的 优秀的男演员 其实也是很有风采的 我记得看过一个电影 叫出水芙蓉 里面就有一个男子 跳芭蕾的片段 他还是去一个 女子学院跳的 对吧 而且巧合的就是 电影当中的配乐 正好是 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 我们去欣赏一下视频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